华尔街电视新闻为您播报 广东富豪盖别墅乡亲 村民贪得无厌 狮子大开口 据南方网湛江新闻网报道 中国大陆一名富豪为回馈乡礼 扶贫寄困 在广东省湛江市隋西县关湖村 兴建258户别墅免费送乡亲 不料村民开口要求更多户 甚至集体所拆迁赔偿费 造成工程停摆至今无法交屋 外出靠养猪卖饮料致富的陈生 为了实现村民共同致富 在关湖村开设生态养猪场 为100多户村民提供就业机会 平均每人每年收入可达人民币10万元左右 让关湖脱离了贫困村 由于担心村民收入不够 陈生还出钱收回村里早先出租的山地 统一种植荔枝树 每户村民可以分配到五亩的荔枝林 2011年 陈生看到村民的房子普遍是砖瓦结构 大部分比较破败 提出要为村里的常住人口盖别墅 并修建公寓给予外出的村民回乡探亲使用 据报道村委会干部于2013年前后进行调查 统计共有190多户常住村民 拿户口名名簿登记预留一定的变动号 由村集体提供土地 陈生计划出资2亿余元 分两期新建129栋 共258户别墅 两栋农村公寓 还有村委会办公室 幼儿园养老院 第一期别墅共69栋 138户已经建好 完成内部装潢 白墙红顶 每户有5间房 两个客厅 门前均有停车位 并已种上绿化花草 别墅间引入溪流 建有小桥 还有清水平台 篮球场 羽毛球场 戏台 文化广场 凉亭等附属设施 本应在去年底可以交屋 却停摆至今 报道指出 自别墅修建后 就开始有部分村民 提出按原有登记户数 不能满足 要求增配一两户 导致交屋户数不负需求 一些早已在外生活的原村民 竟也透过各种管道 要回村分房 还直接找陈生索讨 根据规划 第一批别墅建成后 因为建筑用地有限 需要先拆除一些村民的旧房子 才能展开第二期建设 但在前不久召开的一次 村民代表会议中 却有近半村民代表提出 如果要拆旧房子 除了要分配别墅 还需要支付赔偿 本市扶贫既困善举 最后却因村民种种的想法 出现了矛盾 不但第一期别墅至今 无法按原计划分配 第二期工程也停摆 无法开工 报道指出 为了捐赠别墅的事情 陈生最近两年都没有回乡过年 我只要一回来 每个人都是各种问题和要求 所以我干脆就不回去了 但他还是希望 有关单位能帮忙协调 能在两个月内交屋与动工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 中共随西县委书记 于庆创表示将介入协调 中共湛江市委书记 郑仁豪也指示务必要协调好 把正气和道德风尚树立起来 网民看到新闻除了羡慕不已 还一面倒的留言 骂这些村民贪得无厌 充分验证 生米恩 斗米仇的谚语 以上是粒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听